吳雅凡帶來的 《明哪會加你等》 中華數不欲 中華全部比招 一 downloaded by nation 踏雅凡帶去 中華動名 跟水 finely帶去 揮 hosts沙沙沙 практически 那爾沙啥 荒唐的忍夫 心想孤單 想到小寶的臉書 我 哪會這麼好 我沒有知道 你只是打我的字 也是瞭解 咱只有無罪的情緒 我的瞭解 雲就是寶寧的青春 這點是寶寧的名字 我 哪會這麼好 我的想像 換過你的奧迫 想要 換過你的奧迫 想要 換過你的奧迫 我 哪會這麼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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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是打我的字 也是瞭解 咱只有無罪的情緒 我的瞭解 雲就是無罪的情緒 這點是風雅的表演 妳 奈家裡的妳 大家好 菁姐好 菁姐好 我雅凡 雅凡唱歌 這個輕鬆自在 平常有在練歌嗎 平常我最近很常在練抖音 因為我發現就是其他選手都好會抖音 是嗎 對 很會抖啊 抖音要重練 然後就是我朋友跟我說 可以去練那個林峇大哥的 那個 有欸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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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在家這樣練 然後結果就嚇到我爸 蛤 怎麼 因為我習慣在浴室唱歌 然後就聽到我在那邊 欸欸欸欸 他就來敲門 他就說妹妹妹妹怎麼了 哈哈哈哈 我是什麼事情 來六個月叫 我們先請洪敬陽老師請做講明 好 亞凡 其實這樣子的歌喔 它其實會 會有非常多的可能性 那你選擇今天的編曲方式 它其實稍微是比較有一點 16bit的這種 比較有一點點小 小跳躍的一種節奏感 但是呢 比如說你的 第一個拍子下去 你都是唱在一下去的反拍上面 所以變成好像我們 當我們要唱的時候 跟著你一起唱的時候 欸 你怎麼還沒唱 結果你是故意是在反拍出來 會有這樣的感覺 但是其實我覺得這個會 因每一個評審 對你的這個的要求不同 所以會給你不一樣的觀點 但是呢 另外一個要探討的是 其實亞凡的發音方式 比較是氣音式的唱法 這好像在這首歌 是比較特別的喔 可是呢 在副歌 又有一些地方需要高亢的 比如說 又歌是無聊的青春 在這兩個地方 其實你是唱得很重的 好 那問題就來了 如果在這兩個地方 你唱得很重的時候 你沒有去運用你那個 那種丹田式的發音的方式 會讓我們覺得你是用喊的 所以在這兩個地方 會有點突兀 我會丟掉 因為我後來發現 你的唱這個東西 如果氣音太多的時候 到最後其實會有一點點 嘻嘻 就是我們台語講 聽起來怎麼嘻嘻這樣 特別在電視播出的時候 有一些音準 或者一些句子的肯定 力量不夠的話 會越嘻 有時候還會被音樂蓋住 這就是比較危險的地方 秀蘭瑪老師請 你抖音沒有什麼大的問題 就是你尾音在收的時候 你就 就不見了 我們尾音是要收的 還是要 比方說你可以用氣音 把它hold住 然後再慢慢收 不然的話 你因為很多地方 都是這樣子 收那個尾音 聽起來都很像是斷掉 Long I'll tell you home 這樣子收才會完整 明明知道 你只是破壞的村 也是了解 咱是有路嘴的情婚 有沒有 我唱的就是有一點像 台語在講話的那個樣子 來唱這首歌 其實是蠻適合的 那因為我聽你唱歌 有一點像國語台唱 就是用國語的那個咬字 然後來唱台語這一個部分 那也不是不好聽 就是有一些部分 你如果再多一點點 那個像台語講話的那個樣子 唱的話會更到位 接下來我們看看成績 評審請給分 不會說台語 但是很努力挑戰台語歌的亞凡 這首歌曲可以得到的分數是 七十八十九十 九十 九十 小數點繼續跑 得到的分數是 九十分 所以今天的比賽 吳亞凡是獲得了一張黃牌 是 再接再厲 回去要看播出 然後再聽聽評審所講評的 一些東西一定學得到東西 是的 所以恭喜贏我們的天眼眉 從天眼眉票箱 抽出一位幸運的觀眾朋友 得獎的是 恭喜這位幸運的觀眾 得到獎金三千元 四位稍微休息一下 謝謝 謝謝